歡迎大家來到拜託ATM 大家好 我是蔚蕾銀行行長 我是鄉里Sandra 是 在我們蔚蕾銀行裡面 有很多現金 各位用智慧來提款 最近送了不少錢給大家 對 今天來到場的是 既然聰明理財還要來這邊搶錢 當然要 沒有 需要跟大家聊聊 聊聊 看我們這集可以理財 首先介紹雷咪 你好 嗨 大家好 我是雷咪 雷咪是台灣大學畢業的 對 她本身是個YouTuber 她的訂閱是有將近36萬 那你講的內容是什麼 這麼吸引大家 其實我反而是講一些很基本的 投資理財的知識 你報名牌嗎 沒有 我報名牌 但因為簡單的東西比較沒有人講 所以我就是比較多人看視著原因 是 所以董志成最近也賣的股票呢不是嗎 賣兩張而已啊 台積店 其實我真的沒有說 我有很多台積店 但有幾張是真的 其實我買了之後 都想說580 買進去 我從580買進去 他580 570 560 到580 躺平了 躺了一年半 你說我怎麼能賣 怎麼能賣呢 不能賣 那領別喜也不錯了 真的就是有心插話話不開啊 無心插柳 柳成績啊 柳成績啊 那你為什麼不再補進呢 我欠了這個價錢你怎麼補啊 850你要補進去啊 對 可是我看還是很多人補耶 但是你還是要有 而且聽說一個台積的股票呢 可以撐起台灣股市的半邊天 有一半是台積店 另外一半才是其他小股 對 好認知 只有兩張可以講得那麼多 只有兩張啊 現在也賣掉了對不對 賣一張賣一張 然後還留著一張 還要賣的嗎 我總覺得我跟季晴兩個 我們剛剛考了半天 我已經沒有出江湖很多年了 怎麼一出來就來這麼難的節目 結果今天來到這個主題 這個TOPICAL竟然是 財經 理財 投資 不一定 聰明 我們大學數學在考23分而已 這個不一定啊 你那個不是聰明 你是因為離婚的時候失智的時候 就不亂買的 你那個不用講聰明理財 那你只有考23分 我比你好一點 我學生時期數學成績都前十的 全校前十 你怕什麼 你要聽聽激情理財方式財頭嗎 他最近進股市來來進去 只賺了150% 沒有啦 150%是什麼概念啊 幾年內150% 當時其實股票剛入市的時候 前幾年我的獲利率真的非常高 對 都是幾百%這樣子 幾百%啊 可是在股市誰沒重傷過 也受傷過 對 一定是有重傷過 然後在重傷之後又重新學習 然後再重新調整自己的投資方向 跟布局的方式 所以就是慢慢去累積自己的心法 來介紹介紹黃世聰 大家好 大家好 這是我們的偶像 政論專家 對 都是財經專家 上次天文 下次地理 學貫中西 道貫古今 文能安邦 武能定國 定國對不對 前途是要後白虎 左行農都白虎 將來不是國家的動糧就是政府的要壞 要人 講太壞了 老師 江皇必有妖孽 而且呢 我每次看那個關鍵時刻 其實我都在看黃世聰老師 寶傑沒她那麼厲害 寶傑她只會主意怎麼樣 黃世聰老師沒講一句話 昨天呢 以色列跟哈馬仕打起來了 什麼 哈馬仕跟以色列打起來了 她是做效果 她在講說 昨天呢 央行的那個利息又升高了 什麼 什麼 房市利息又提高了 是不是 世聰老師 是 她只要講第一句話 對 跟著講 寶傑一定會重複那句話 你不要幫我們節目得罪人 雖然這是事實 你也不要得罪人 對啊 來 我們讓她好好講一下 她的優秀態度 但是做效果 我覺得是這樣 股市真的是現在 跟房市兩個是在聯動 現在股市很熱 房市也都很熱 也熱起來了 房市有熱嗎 房市很熱 其實價格 她講所謂的熱沒人買 對 那個是沒人買 是當然亂買 是價格很熱 價格很熱 因為她跟著股市 跟著股市 這兩隻箭頭 所以我有聯動 接下來介紹的是 我們第四位來賓 台經雪倫 雪倫你好 好 你看我們大家吵得這麼熱 你應該嚇死了吧 來 她問你 你是 她也是有個YTA 台經雪倫 她是創辦人 對 對 我創了一個投資 嗨什麼 主要就是談ETF的部分 ETF 應該會過熱了吧 對 現在來講的話 會覺得過熱 因為現在就是大家比較認同 被動式的ETF 而且大家就是覺得說 ETF就是傻傻的買定期定額 然後逢低加碼就可以有 可以賺取跟指數一樣的報酬 對 所以現在就是很多投資人 也在賣 對 接下來介紹我們美女主播 來 林沛姐主播 主播好 大家好 介紹介紹的這位是台灣經濟研究所 吳孟道所長 所長 我要請到所長 所長在這邊 你剛剛看我們聊這個 這是班門弄的 對啊 還不好意思 浪費你一年時間 還不好意思 不過我們會盡量修剪短一點 所長是哪個派出所的 不是 你是沒有耳朵嗎 台灣經濟研究所 經濟研究所 研究六月的所長 而且他本身是台大經濟學的 我們經濟學以為是派出所所所長 不是 進行第一回合 存款爭奪賽 存款爭奪賽 Sancho 請講規則 銀行和金庫呢 這一回合準備了5萬元 搶答之後輪流作答 一個答案等於2000元 灌入自己帳戶 那這個回合的5萬元要搶完為止 是 要搶請搶答才能按 好 這一題是由我們吳木道所長 來舉圈或差 Sancho 請出題 重大財經新聞會影響到民生 根據雅虎的統計 2023年台灣有哪十大重大財經新聞 還沒前期 還沒前期 其實這個歌怎麼唱 事情都太快了 對 我想趕快按一下 你現在不能按 好 來 請講答 好 美麗 央行升席 央行升席 最何首 來 請加2000 等一下 現在還升嗎 沒有了 前一陣子嗎 伴媽 最近要升伴媽 前一陣子升伴媽 對 升伴媽 前一陣子是嗎 董哥 我記得我罵行友 領到6000塊 這是不是一個福利 叫銀行友普發6000塊 這大家都有 大家都有 我記得大家都有 你可以去銀行領 沒關係 我們來講解釋 對我來說 有 恭喜 來 請下2000 可以不解釋 解釋這題 我們大家都聽不懂 對什麼 還有人沒領到 因為過去 簡單來講就是 我們的稅收超增 所以政府為了讓 把這些稅收還給民眾 所以每個人名 只要是嬰兒都有 剛出生也有 基本上每個都有6000塊 細琴 那個 好事多換卡潮算嗎 就是從國泰釋華 然後換成富邦 然後造成一個最大的換卡潮 好 換卡潮 對我來說 有的 恭喜2000 媽媽都只能打這種的 國內的ETF的熱潮 對我來說 有的 這是前一陣子的新 我來2000 還有一個買到什麼 大家虧了一套 前一陣子00940 貨發的 對 超可怕的 來 好 結論 台灣大哥大病 台灣之心 對我來說 有的 請加2000 大防政策 大防政策 對貨送 有的 有的 請加兩千 越打越高 越打越熱越打越高 來 董哥 如果沒記錯的話是 剛不是併購嗎 Uber 暈掉了副片檔 好 好 那是 這是最近 那是今年的新聞 好 要去年的 2023 2023 那也有 也有併吞的 新展併吞的花旗 對 厲害 對 害我們花旗卡 對 以前是我老婆主卡 我都拿副卡的 對 對 這個是 還好沒有拿悠悠卡就好了 對 來 請 對後數 也有 請加2000 你把我要講的 就講完了 2023 你還有什麼事 就十條而已 還有 還有 影響名聲 探權交易所成立 太厲害了 這個你也 好厲害 你也知道 因為我是環保的人 環保的人 加2000 好厲害 差兩個而已 是 是 世聰 去年有非常多詐騙案 IMB詐騙案 像連我自己也是 被騙 被詐騙嗎 就是很多人用我們的 頭像去詐騙 就黃世聰 對 黃世聰 吳友慧 或什麼LINE群組 那都是假的 拜託你 拜託 還有弄我的照片 去賣壯陽藥也是假的 真的嗎 那代表你一定有一些 指標性的 不是 賣壯陽藥算 旁邊還有 白雲 楊社會 你是不想跟他們放在 我比較記憶是 我比較記憶 這個 不管誰賣 他有沒有笑 吃了有沒有笑 你在問什麼 我比較在乎 好像咱們也沒有吃啊 我問警察 警察每天到我節目 反詐騙 我說你不用反詐騙 你賣壯陽藥啊 最主要你都解決不了 這個我們真的 就沒辦法解決 他真的沒辦法解決這件事 雙變成他們自己 要錄影片出來說 我沒有 真的 每一部都這樣嗎 只能澄清 沒辦法 詐騙 太優秀了 詐騙 對 千萬不要貪 貪就會容易傷傷 貪就能跟貪跟平 只差那一點而已 對 來 請加兩千 好 來 接下來 去年輝達的執行長 就黃仁勳 他就是穿著黑色皮衣 然後到台灣 所以掀起一陣的AI旋風 對 所以倒是 對我過錯 錯 這沒在死 是大 還有一個沒追出來 還有一個 因為十個是兩萬塊 三萬人 來 追 還有一個答案 5 4 沒有就沒有關係 好吧 我放棄 放棄 來 請打X 董哥 請打 董哥請打X 來 請 沒有...還沒講 等一下 還沒講 給個機會吧 人家這麼腦袋都想不出來 我妹妹最近一直想買房子 後來她就去查... 查到一個 因為她名下是沒有房地產的 所以她才想買 好像現在有個政策說你買了 你名下沒有房地產的 你買了之後呢 她有個優惠 5年 好像不用繳利息 還是繳什麼這個 寬信 這可能是宿舍自然知道 他還跟你舅舅 新清安 新清安... 沒有 也沒有 這個真的... 但不在十大 不在十大 我們要叫你打X 我們浪費時間 還努力了一下 來 季晴 我剛剛她給我一個靈感 是不是那個 CHAT GPT的 使用人潮創新高 對或錯 沒有 也沒有 可是她講這個 要補充一下是什麼 因為CHAT GPT 加油 5 4 保洁 蛤 隨便講一個 隨便講一個 股市創新高 股市創新高 創新高是經驗 有... 創歷史新高 去年就開始了 沒有 沒有 然後這不算新高 那我們就很懷疑 最後一個大家找不出來 院長 補充一下 是 其實剛剛志聰哥已經快 志聰哥已經快講到 正確的答案了 因為一般來講 股市創新高代表什麼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國安基金 去年正式退場 它結束的最長的負盤期間 不再負盤了 是... 剛剛其實應該這樣講 大家對財經新聞的關注 說真的 你會發現到剛剛其實講的 幾個大概都很多 跟相關的這些股市熱潮 比較有關係的 包括央行升級 還有一些打反的策略 我想這些其實是大家都 簡單講就是跟民生比較 大家會關注的 對... 另外還有很多的 我應該這樣講 包括像探權交易所 這其實是在反映 未來很重要的一些ESG的趨勢 甚至在永續環保的 這樣的一個建議上面 所以我說其實民眾 在關心這些財經新聞的時候 他也會留意未來一些 趨勢的一個發展